想要烧烤的味道好 也就得学会这个烧烤红油 色泽红亮又人 香辣的味道 不管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油的 还是炒克里蹦的 只要拌上再烤红油 咋做都好吃 并且学会了 在家里拌菜还是炒菜 都非常的香 今天脑里38秒 教会里学会了 在家里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含皮放入300克 二斤条辣椒片100克 辣椒粉150克 大板椒辣椒片100克 芝麻20克 白糖10克 锅中加入3500克的油 香菜加入80克 洋葱加入一个在里面 蒸姜放入30克 香葱放入100克 尖料放入一个在里面 大蒜放入50克 桂皮放入20克 香叶放入10克 大料放入30克 冒头加入5克 白克15克 这个油烧开之后 转小火慢慢的熬 把这青菜 以这香料的味道熬出来 当这个颜色 炸成这样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 把这所有的料捞出来 把这油分多次 淋入这个辣椒里 记住开始油温不要太高了 千万不要把辣椒炸糊了 油全部倒入里面 再加点白酒在里面 大家有知道 加白酒的作用吗 炸好的辣椒油 最好放置一碗上 就这样做的 辣椒油你吃去 把小火老毙了 想去烧烤别的话 关注老里就得聊